有才有不可思议 一直都乐此复彼 把心态好好放弃 如果要成能力 撑住你 我不是被撒晕了吗 什么情况 你说现在是18年 我可 就这样了 35岁的我 回到了27岁 一切又被打过的原型 王一博 当红组合成年 芒果台常铸综艺主持 这是我跟萧老师 咱们俩以前节目上见过 那时候 看似八甘子打不着的我们 照着命令 走上了激烈的鬼单 这次给你见了个新戏 带着古装IC感应 有颜值有话题 绝对能碰撞出谱话 剧本看得怎么样了 趁着这次正好准信引人 好 不就是双男主吗 这些我见了 真是冤家诺人 重生以后开始没跑过阿里 戏里的蓝阵 还是那个则是明珠 我这一能老祖 却早换了心 暧昧点啊 暧点再暧昧点 这家伙是木头人吗 这世界词 早演 这也太弱麻了 这场戏能不能稍微改一改啊 我觉得保持点距离更好 这家伙又不知道再出什么风 唐老师可真是敬业啊 搭档是男是女都演得下去 你成天孽缘关系是吗 我是招你了还是惹你了 莫无其妙 我 一波最近拍摄进一度不太理想 有空你俩多深入交流交流 王老师 好巧啊 不巧 我就是来找萧老师 你很怕我 没有 小战 你打过游戏吗 如果说 两集的怪师跟我按照拍戏 那我们不妨 从做亲吻的世界二人开始吧 可如果我明智解决 那还有必要开始吗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穿过了春夏秋冬 穿过了山山呼喊 又回到了记忆深处的时光 而我的全世界 还在那里 他什么时候会醒 不知道 萧战你可真醒 才喝了点酒就成这样 真不怕被陌生人捡走 嗯 高崔崔 下午有人来谈萧老师的班了 明天过来一趟吧 帮我忙 好像是他出道前 大学同专业的师兄吧 两个人看上去关系很好 一波 你拿巧克力办干什么去啊 谢谢师兄 我这次过来呢 给你带了很多好事 谁又惹他了 一不高兴就出去飘撤 一年好几天 戏外气的灵脚 下了班 他撤得比谁都满 这两天 你是不是上我戏了 小转 你怎么了 要是没那个意思 就不要随便留步别人 这是蓝战的台词 但他却不是那样子 与君初相识 犹如故人归 推进你们的默契越来越好 倒是真相久迭重复的爱 狼王鸡其实不知道为无羡慧重生 为什么要问你十六歳 一直等 不是是怎么知道材国的 您要是相信我 就不要跟他们公司合作成全都变了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你最近给我收敛 我不管你跟肖战什么情况 分清楚戏跟现实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就不算谁都可以 就我不行 在戏里面 你们可以毫无谤 做令人呈现的道理 但戏外 能不能恳请你守护他来之不易的梦想 在不在 那天 是我说话太重了 既然你跟你的狗仔子都分手了 那换成我不可以吗 本来 从事之中都是你呀 请你吃大餐 来来 就当跟你庆祝生 你该不会真的是穿越来的吧 怎么这么了解我 如果我说是呢 我一直以为 我忘记了那个夏天 但从来一遍才发现 每一次练台词 每一次都动作 关于你的每一份言议好 我都记得清楚 承认吧 你们明明暗恋我很久了 住嘴的老王 准备一下 今晚最后一场了 走一步 救他 快 快点快住车 他的大脑受到了严重撞击 可能某一天醒来 也有可能一直车睡觉 展哥 今天是你最爱喝的 我们每回家路 有一首片 只能趁小宝 那你行吗 我们去找 我赶紧看最喜欢的海盐 不如我记得 三年后那个雨夜 一定要记得回头看看我 这一次 无论如何都不要再放开我的手 好 小姐 我是看着他一路走过来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如果你不放弃 他会为你站到最后一路 拜托你不要毁了他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只唱给我听吗 自恋过 对不起 我向你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就算预知了结局 但谁说几句不能改型 这一次 我们不会分开的 我回来了 这里以后就是我们共同的家了 今天做什么好吃的 我来帮你 你少给我添乱啊 那我拍视频总行了吧 好了 先开饭吧 对不起各位 今晚能婚礼取消 他仅是疯了 婚不解 逃去医院 还为了那个人偶打记者 肖战 原来就是他 我离开了那座城市 在国外开始了新的生活 不久后 也遇到了我的那个他 可那爱 真的需要漫长的等待吧 后来他们一起拍了新剧 还去滑雪看极光 今年的演唱会 他们还寄了门票给我 让我们欢迎 今晚的特别来宾 王一博 我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人喜欢了他们时 那是我未曾见过的王一博 大概因为这么炙热的情感 人家才有了烟壶期吧